面對鏡頭大行無辜 他是台北松山派出所的誠信尋佐 涉嫌利用植物之便收會 包庇色情業者長達七年 遭到北警搜索約談後 預定五十萬元交保 限制出境出海 另外一名中輪派出所 孫姓遠景同樣涉案遭到約談 大家全程不發一語 檢方訊後則是無保請回 而涉嫌行會的兩名色情業者 分別以三萬和五萬元交保 兩名中輪員景過去都在松山派出所服務 從2017年開始收會 涉嫌洩漏零檢資訊 包庇色情業者 讓小姐在接客時可以躲避查契 除此之外 檢調查出誠信尋佐 除了包庇色情業者 平常還會協助車行查閱車籍資料 或是幫忙友人 調閱其他民眾住址 手機 前科紀錄等等 涉犯圖利 泄密 貪污 以及各支罰等罪 根據了解 光台北市松山分局轄區內 就有四間酒店 超過二十間的養生互服店 其中有許多怪羊頭賣狗肉的 色情應招站 兩名原警涉嫌行賄包庇 長達七年 警局卻完全沒有查究意状 新任局長請就位 交接應境 這個六號新任台北市警察局長 李希和就要上任 首要目標 勢必要讓這些 屢屢粗暴的分局上警發條 別讓類似的警機案件 一再上演 接著我們一開始 張先生的阿貴姆 蔡玉如常華的 有址 有址 有址